請 方偉你好 部長你好 今天大概請教部長幾個事情 有一些事情是之前我已經講過 但是我希望再次跟部長可以說是提醒 可以說是交換意見 這是我們過去中央國庫收支的餘處 你可以看得出來從2009年到去年 全部都是處於赤製的狀態 針對這些赤製的平衡 現在財政部有什麼計畫 第一個當然 我們上一次財政健全方案實施以後 收入有增加支出也相對減少 所以說赤製已經在逐漸減少 還是赤製嘛 但是有減少 第二點這個事實上去年的稅收是超增的 那今年啊 我知道稅收超增 但是整個總算起來還是處 大家都喜歡講稅收超增 然後讓我們大家感覺好像說 按照本來的計畫有多收錢 但是整個bearance下來還是紅字 不過這個因為對於公債的發行也有幫助 因為你稅收超增以後 我們公債發行也有可以減少一點 對啊我了解啊 你意思就是說還是繼續舉再來支印嘛 對 你接下來的計畫都是這樣嗎 當然啊 所以說行政院也希望 就是因為支出這面 不是我們財政部管的 我們只管財源的籌措 因此現在啦大概未來 譬如下一年度啦 譬如下一年度啦 我們希望支出啦 能夠跟今年盡量一樣 就是不要成長 好 那就收入的部分 你們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那收入的部分啦 那主要啦 因為今年啊 我們預計到五月底來看啦 今年可能也是會有點超增 會有點超增 沒有啦我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就稅制都沒有調整 或者是檢討的空間 就是這樣子繼續下去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要檢討啦 譬如說今年 我們大概準備送兩項法案 第一個呢就是 流財染蟬的 這個有關鎖的稅法修正草案 這個我們預計 看能不能九月 送到大月 另外有關跨境的電商這部分呢 我們準備修營業稅法 所以起碼呢 這個年底 這個九月左右啦 我們送這個草案 好 這兩個 稅制的改革 你覺得可以幫政府增加多少收入 這個其實不會很多 因為第一個 好 如果不會很多 我們可以就此打住 那你知道不會很多 還有其他的改革嗎 大概 因為 今年大概沒有啦 今年大概沒有 明年呢 明年的部分 大概 因為 跨境電商的部分 當然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求他這邊 沒有啦 那跨境電商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嘛 你剛剛也提了嘛 那你覺得會增加嗎 會增加一些 會增加 那我現在接下來講是說 就我們的租稅公平 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要推出來的改革 另外就是一正稅的修正 那一正稅修正啦 我們是希望 我再提醒喔 部長一次 這我之前質詢的時候 給現在的院長 前任的部長都看過 我們受僱人員 GDP的比重 只有43.5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台灣勞工所分到的比 是小的 是 我們在所有的所得稅 所得稅的項目當中 壽星階級是75%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是重的 首先啦 我們那是所得的部分 等一下我先拉到我後面 因為我今天時間不夠 那這個是 針對啦 從Top 20 Top 10 Top 5 他們薪資的所得 跟Capital Income 兩者之間的比例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越有錢的人 資本所得就越高 這個分佈啦 我相信這三張圖 應該給部長 一個很清楚的圖像 我今天真的要問了 今天就那個遺產及鎮餘稅 你已經承諾了 說這是你們接下來要改革的方向之一 那我再提醒一下 時代力量昨天已經把我們的版本送出去了 那那個版本大概是參照 你們之前 所做的這兩個研究計畫 這兩個研究計畫的結果 所以拜託財政部如果說 還要再研議的話 那前面的這些研究計畫 大概各種情境下面的simulation 全部都做出來了 現在缺乏的只有為政者的決心 大概在什麼樣的稅率下 對我國整個稅收的影響 事實上通通都有了 那我希望財政部 新的政府的財政部 在租稅公平這件事情上面 能夠有給人民一個患難一新的感覺 現在我接下來一個要請教部長的是 這個是我國最近五年CPI變動的指數 然後我們針對低所得家庭 所造成的衝擊反而是什麼 應該會比較大一點點 是最大的嘛 接下來才是中所得家庭嘛 衝擊最小的是高所得家庭嘛 那真的我們現在在面臨 一般人民他們所面臨的經濟情況 是這個樣子 部長你知不知道 2005年的時候 財政部有委託中央研究院 針對營業稅上漲 對於整個總體經濟所會造成的影響 做出一個非常詳細的憧憬評估報告出來 是 你知不知道 曉得 營業稅調漲一個百分點 會使得實質的GDP降低 會使得就業機會減少 而且會造成物價上漲 是 我今天要多講的一個point是 當物價上漲的時候 衝擊最大的是誰 比較重低所得者 是低所得的家庭 那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強調 說營業稅 有具有累退 有轉嫁的性質 當政府的財政收入 不夠的時候 你往營業稅下手 你接下來對於總體經濟 所會造成的衝擊影響 我希望部長要三思 針對遺產及鎮與稅的部分 遺產及鎮與稅的部分 我希望財政部 有尬值一點 趕快把你們的版本推出來 不要再推給研究了 實在力量的版本 我們已經 按照你們建立起來的model simulation出來的 2014年 他真的會受到影響的對象 就是有錢人 我請財政部三思 不要調漲了營業稅以後 對於我們中低收入的家庭 他們所承擔的物價 造成更進一步的衝擊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請那個國有財產署 國有財產署來 請 我上一次喔 已經問了國有財產署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 誰核給遠雄 20.6公頃的國有土地 那我去相關部會 收集所有的公文 因為現在核定過的 只有第一期蓋醫院的部分 那蓋醫院的部分 絕對用不到20.6公頃 你們現在租給遠雄的有多大 8月20.6 20.6嘛 你們為什麼出20.6給人家 當時是因為 就是衛福部的前身 就是衛生署 那基於這個地方的醫療需求的時候 那含請這個財政部 依照國產法 這個第42條的規定 來提供土地 那當時就是說 要這個20.6公頃 沒有啊 可是我問衛福部 衛福部說 他們否認啊 他們說當初核定的只有第一期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他是要用新辦事業計畫 當時新辦事業計畫 是用分期分期開發 整個面積大概是 就是20.6 好像分三期還是四期 那第一期是綜合醫院的部分 那當時就是 由遠雄這邊 報這個 就是籌售醫院的部分 給衛福部 那衛福部目前只有核准第一期 對啊 所以我的問題還是成立嘛 衛福部只有核准第一期 你們為什麼一口氣 20.6租給人家 因為當時是用整體計畫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財政部這邊也請 第一個請衛福部確認說 到底這個 需要的這個面積大概實際是多少 好 你說你請衛福部確認 需要的面積是多少嗎 是 我去查了往來的公文 齁 你們在去年12月11號發函 要衛福部說明 要衛福部說明 人家不理你們 2015年12月21號 再次催促 人家還是不理你們 2016年1月14號 人家回覆的是說 許可範圍只有第一期中和醫院設立新建的部分 2016年1月27號 你們再度去喊 衛福部再度跟你講 許可範圍就是第一期中和醫院的部分 從你們的公文往來啊 我看不到問題的答案 結果你們接下來去問說 哈哈 那如果只有第一期 3月28號 第一期中和醫院坐落土地的範圍及面積 然後辦理後續租約面積調整 你們後來要辦租約面積調整 是代表的是說 當初租太多了嘛 承認這件事情了嘛 要不然沒有必要做租約面積的調整嘛 你們還請衛福部 衛福部回韓了沒有 報告還沒有 他還是講說 他這個部分要我們洽 內政部 那我們也洽內政部了 內政部說 請我們洽這個苗栗縣政府 我想 所以我說 喔 國有殘殘署 衛福部 內政部 三個中央機關 把國有土地租出去了以後 發現租太多了 根本不必 到目前為止還在踢皮球 我現在只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第一期 中和醫院使用的範圍以及面積 到底有多廣 到今天還搞不清楚 這件事情超過半年多了耶 這個會讓人民懷疑說 我們的政府到底是跟財團站在一起 還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第二個 會更讓人懷疑的是 這只是基本事實問題耶 我都還沒有處理到究責喔 說這個事情誰要負責 第一期的醫院到底要用多少面積 到目前為止 三個中央部會機關沒有個答案出來 那當初20.6公頃 是閉著眼睛租出去的嗎 報告是依照衛福部的公文 好沒有關係我今天我還會去衛福部 那我會下面我等一下接下去去請教衛福部 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那我希望行政院不要有本位主義 看是有哪一個政務委員出來協調 最起碼要給我們一個答案嘛 那要不然你接下來調整住院的範圍你要怎麼辦 那主席也站起來了 我尊重其他委員接下來發言的時間 那希望這個事情包括稅改還有遠雄的事情 我的個性是 我開始追一件事沒有得到答案以前 我絕對不會停止的 那拜託財政部這一邊就這個事情 也請部長能夠進一步的關注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趙委 盧秀苑委員質詢盧委員請 主席我要請許部長跟莊署長謝謝 部長署長請 盧委員您好 部長署長長 今天我們有一個法案 跟小市民非常有關係 盧秀燕談小市民財政 就是有關於我們進口這個東西 那他要課稅 那因為前不久我們把這個進口的這個課稅的 這個額度定下來是三千塊就要克嘛 那你們今天這個法案其中有一項就很